感觉就像是 我一生当中注定的伴侣 非常有内涵 是一个神秘的人 他有时候很安静 可是安静之后呢 又非常有爆发力 特别腼腆 特别不愿意说话 因为全歌是我的老师嘛 我觉得那么多年 他不管是在音乐上 还是在所有方面吧 真的教会了我 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这里真的要感谢一下全歌 但是他过来跟我照相的时候 他又好像又会说话 他又愿意去说话 就像是当我跟我最爱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需要听的音乐 不断地在创新 不断地在加入新的元素 也不断地在吸收身边 更多很棒的音乐人 能够一起来创作音乐 或制作音乐 我觉得全歌整个对专辑的 整个这种跳跃性的 思维的制作方式 是我在这几个月学习到的 我觉得最大的东西 是非常无远佛界的 我们可以期待 最后预祝全歌的专辑大卖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全歌的音乐 谢谢 希望他在首唱会上 除了给大家带来好新的歌以外 也跟大家也亲密交流一下 祝福李全老师 再见忧伤首唱会 成功 专辑大卖 恭喜我亲爱的哥哥李全 6月26号开他的演唱会 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 是一趟美妙的音乐之旅 祝他演唱会成功 谢谢 谢谢